中国天眼人脸辨识系统 您大概听过 但今天我们为您来揭秘 这应该是第一次你听到的 中国名为灵雀的计划 居然可以把160颗卫星 打到500公里外的太空 做什么呢 人脸辨识 您真的没听错 难不成把天网扩及全球吗 那下一步可以随行斩首了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中美黑科技的对决 从地表占到外太空了 听一下 未来的战争形态 最重要决定生死的战场 在哪里 在哪里 太空嘛 在太空 我告诉你 太空变成现在世界各国 尤其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兵家必争之地 我讲到最简单的事情 观众就懂了 现在我把你的GPS打掉 你把我的杯都打掉 我就瞎了 飞机不能飞 军舰不能出去 飞弹打出去根本没有目标 完全挂点 完全挂点 所以谁掌握太空 谁就是未来天下的霸主 是 大陆当最大的太空工程 是北斗 北斗卫星系统 对 现在 踏空推出一个 灵确星座计划 这是什么内涵呢 它是要把160颗卫星 打到500公里的高空上面 对 现在已经打了10颗上去了 明年打算打到48颗 等到160颗上去的时候 当然 讲说这个可以惊喜到 第一个在太空 500公里的高空 是 就人脸辨识 这么高的地方 而且 说以后犯罪无所遁形 是 他只要扫描一遍 什么污水排放 违剑都看得清清楚楚 出门的世界了 这一次乌俄战争 俄罗斯的将领 是有史以来被斩首最多的 对 为什么 靠着卫星 美国间谍卫星 人脸辨识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现在才知道 原来大陆新的 灵确星座计划 是在战场上也有 斩首的作用 是 好 那更惊爆的一件事情就是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 尼尔胜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公开说 是 中国未来会宣布 月球是中国的 月球是中国的 那不是跟南海是中国的 一样的意思吗 他就说 我们必须担心 中国会在登月之后说 这是我们的 是 你们别过来 哇 中国听了这句话跳脚 你胡说八道 尼尔胜的指控 非常非常严厉 他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 第一个各位看到 常用4号已经登月了 在月球取了一些 这个泥土 回中国了 第二个 大陆已经宣布了 2030年 他们要在月球建 永久的基地 是 好 美国就紧张了 所以美国 1972年之后 美国就放弃月球了 到今年50 刚好50年 一直喊着要重返月球 现在美国推出了一个 阿提米斯计划 阿提米斯计划 现在已经延误了 他本来2024年要重返月球 现在延到 延到2025年重返地球 他现在宣布要被 大陆早两年 2018年建永久基地 双方在月球上 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搏斗 但就在这个 当而发生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小事 会惊天动地 怎么可能是小事 对 因为今天动地的意思是 就在中美双方 月球争霸战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两天 美国朝月球 发了一枚卫星出去 这卫星突然之间 不可思议地撕联 全世界太空战都来找它 我已经迷路了 对 没有一个太空战 找得到它 那我说小事就说 我相信这一定不是 阿贡的阴谋 这就是阿贡搞阴谋 那就大事了 我不觉得老贡在这个时候 回去搞这个阴谋 但这一颗卫星 失事迷路 是很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 我简单要跟观众解释一下 这颗卫星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它要去找一个轨道 这个轨道绕着月球走 但这个轨道是非常非常稳定的轨道 所以它要找一条新轨道 在上面转六个月 它先来采线 不是 将来美国在月球上 做永久基地之后 是 那它补给怎么办 要中绩 它要在这轨道上 放一个太空补给站 将来它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太空补给站 月球上的太空人 就到补给站来领货 是 你听懂我意思没有 听懂了 所以这个月球 这个卫星第一次出发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他去找这个太空补给站 这么重要任务的一个月卫星 失联了 你说是不是惊天动地大事 这如果是人为的惊天动地 那不是阿公的阴明 好 马老师刚刚说到了 NASA的局长指控中国要霸占月球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兵凶站围的讯息呢 因为他在访问里面 除了讲中国会霸占月球之外 还讲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各位观众 他居然说 NASA的署长 中国太空站在学习如何摧毁别的卫星 你这个指控要有证据的 这个指控太厉害了 好 马老师 美国 俄国 中国大陆 都发射的飞弹摧毁卫星 对 学习如何摧毁别的卫星 有什么了不起来 现在全世界 都对于飞弹摧毁卫星 非常非常的反感 你知道为什么 像中国大陆2008年 不是用个飞弹 把一个他自己的卫星 气象卫星可以打裂了吗 你知道产生多少碎片 3000枚碎片 你那个太空垃圾 你不是害到大家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 你知道这些碎片 它绕地球的时候 它时速是多少 多少 两万七千公里 血滴子 超级血滴子 两万七千公里是个什么概念 台北到高雄 45秒钟 你看那个威力多净人 那3000个这种东西 在太空上面 咻咻咻咻 打到卫星 打到太空船 打到太空船 对不起 全都结束 那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卫星 而且是小卫星 对 今天假如我们在上面 用飞弹 把所有卫星都打了 对不起 你不要上太空了 整个太空 被太空吹片包围 全都是血滴子 而且当你从地表发射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对 你如何杀得神不知鬼不觉 所以现在 你真聪明 你用了 现在不能用这个方式了 现在要用神不知 鬼不觉的方式 去干掉这一团卫星 所以拉萨的署长才说 中国正在学习 好 现在曝光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中国做了一个 反卫星机器人 这么小一个 这一上太空 这什么东西 你知道每个卫星 它都有个喷嘴 是 它这个一进你的卫星喷嘴 啪 把容柱炸弹放进去 咚 对不起 你卫星完全没事 外表完全正常 把你里面功能全部炸掉 炸掉之后 你的卫星还是很好的 突然间失联了 下面的人会以为什么 这卫星 失灵了 那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对 这卫星就没有了 是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注意看这个 太空版的假娃娃机 这是大陆的17号卫星 它弄上去之后 它有个机械守备 它把你的卫星 两种方式 一个抓过来 对 一个抓过来 可以窃听你里面的资料 可以把你里面资料摧毁 摧毁之后再把它放回去 你根本就废物了 第二个 我就瘫了 第二个 假如你没有瘫 我轻轻用力的推你一下 你就在这地球 在踏汽车里面粉烧了 那你就以为 你不小心人家推了你一下 你以为这个卫星突然间动力失能 啪就掉下来了 现在多可 你在太空架我拐子 神不知鬼不觉 俄罗斯更厉害 俄罗斯最近放了一个母舰上去 是 大家看到上个卫星上去 没什么对 美国正常委 你一发觉到 它里面居然带小卫星 啪就放出来 它小卫星的速度 居然母舰 还要快 万一之后多可怕 好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太空争霸战 我已经说了 是未来 主战场 但还是用了两个字 未来 是 美国现在真正最担心的是 一件事情 极瘾武器 极瘾武器 我们看到了 中俄走在很前面 我们前一阵子 马老师才在节目当中说 老美那个暗音极瘾速飞弹 出师不力 美国一直认为 它是军事的霸主 但它居然在极瘾武器上 落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那得想想办法 这太严重了 极瘾武器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那极瘾武器一来 带着核弹头 打你美国本土 那怎么成 束手无策 那有人就说 美国那你也发展嘛 我发展了 再好我不能拦截你 互相毁灭 就算我发展了 比你更厉害 我的极瘾武器可以打你 但我拦不住 你的极瘾武器打过来 你还是毁灭了我 那怎么办呢 美国现在最头痛 最在乎 最在意 全力发展就是 我怎么样 把极瘾武器拦住下来 你怎么可能拦得住 动成十马克 因为现在有可能看到一点点迹象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那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的主要两个对手 俄罗斯 对 中国大陆 是 都有极瘾武器 那打到美国本土 核弹奔奔过来 所以美国现在最头痛这个事情 因此美国现在研究出来 第一个 齐昭 高空气球计划 这种高空气球对付极瘾飞弹 他们有发觉到 把这种大的高空气球 放在六万尺高空 九万尺高空 在这里 阿拉斯加上面放两个 然后加州上面放两个 发觉到这上面 有最敏感的探测器 跟AI演算器 他只要在高空比较看得清楚 啪 看到极瘾武器起来 他马上AI演算 计算你的飞行速度 你的轨道 你的高度 我把你轨道放出来之后 我不能直接打你 我在你的轨道上等你 以义代劳 对 以义代劳 我等你 是 你自己这个轨道算清楚 就打了 好 这是第一个 放不放心 不放心 为什么不放心 我如果只靠这个飞球 就把你拦截了 万一有漏网之余怎么办 也会比他更厉害的 有吗 有 7月1号 擎天神5号火箭 秘密地升空了 10 擎天神5号带着美国 国家全国人的命运跟希望 这就是擎天神5号火箭 5月1号 7月1号发升空 最重要的是他上面带着这颗卫星 他上面带着什么卫星 我告诉你 他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宽四眼 极音速武器预警卫星 他叫用卫星去预警极音速飞弹 他叫宽视野 第一个他不要来看得很宽 看得很宽 他可以看一枚 他可以看三分之一地球 这么厉害 三分之一地球就把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都盯着你了 都盯着了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在三万五千公尺的高空 火眼惊惊惊定到你 他有全世界最厉害的红外线感测器 红外线感测器什么意思 就是极音速武器一起来 他要很高的动能 动能一定会 有热能 热能 热能 他在火眼睛三万五千公尺看到了 所以我不是 等到你打起来我才看到你 那就麻烦了 他很敏感 这么远的高空 我一飞起来我就看到你了 是 一飞起来就看到你 看到你之后 我马上他会自主判断 对 判断这个极音速武器 是 一判断之后 他就AI演算 算你的速度 高度 你的轨道 邀请您 一起加入 五七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真架 我会听说的 你真是 你真是 我能按照 你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